轻一点 这个好轻 我教你一下吧 我可以教你一下下 好 就是 就是你这样拿 它不是这样会晃吗 然后切到这儿的时候 又变成很大片 你就可以这样 鞋子切那种 它就很稳定了 这样的话你不会划到手 颤诚巍巍的 太划 太危险 这个不算叠词吧 来 我教你一下下 其实在这个伴侣之间 当然他们可能体系 它不明显 应该是相处比较久 伴侣之间会存在一种现象 叫做伴侣间的 私人语言现象 就是这种语言 是伴侣之间沟通 才会用的 有比如说像我们说的 叠词 还有很多很儿童话的语言 模仿儿童的声音 等等等等 这种是伴侣两个人 相处日积月累 然后形成的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有的类似于 这个暗号系统 如果你和 你正在相处的人之间 产生了这种独特的语言 符号体系 好 那说明你们正在走上一段 健康长远 可以互相信任的关系 你会吗 不会 不会 我会对小动物说 对 狗狗我会说的 狗狗 但是也不会狗狗 你会吗 小姐 比如宝宝 这个就不叫叠字了吧 这不是叠字 宝宝还不是叠字 正常不叠字就过来叫他宝儿 没有这么叫 你说一个叠字来听听啊 不是这个 这种说叠字 男生说叠字的时候只有那种 我就让你说叠字 我写狗出来 我华站起来 我想不来了 我就只要叠字 我想不出来的了 好 不聊了 一起看看吧 快开始吧 哎 再一看 有进步